大家好,我是蒂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志愿者,我叫李亮。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儿歌,名字叫《蜗牛与黄鲁鸟》。 这首歌讲述了蜗牛在葡萄树刚发芽的时候,就背着重重的壳往树上爬,而黄鲤鸟在一旁讥笑它的有趣场景。 那歌曲的旋律轻松活泼,歌词生动有趣,它歌颂了蜗牛坚持不懈的进取精神,也隐喻了日常生活中人们不畏艰难对奋斗目标执着追求的顽强精神。 那这首歌曲呢,还帮助我的学生获得了蒂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学院,2019年度中文歌曲大赛小学生组的第一名,所以我认为值得分享一下。 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这首歌吧。 莴牛与黄里小鸟 啊,漠,啊,牵一棵葡萄树,啊,能,啊,能,绿的钢发芽。 花牛背着那种种的壳亚,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 啊,书,啊,伤,两只黄里小鸟,啊,嘻,啊,嘻,哈哈在笑它。 葡萄成熟还早的很难 现在上来干什么 阿黄阿黄 你儿不要笑 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 然后再重复一遍 那就是这首歌比较简单 那我们学习这首歌呢 当然不只是为了这首歌 其实还是可以借助歌词 来练习我们一些发音 尤其是比如说 歌词中有很多的这种负语母 比较难发的 比如说牛 油 油 还有这个黄 汪 鸟 咬 钱 盐 还有这个比较难发的这个单语母 鱼 绿 包括后面的往上 因为这两个鼻音 负语母一起的话呢 其实对于 反正我的学生来说 还是有点难度的 包括后面的笑 药 其实也是鸟 这语母相同的 但是音声调不同 就都需要练习 那把这些音放在这个歌词当中的话呢 学生会更感兴趣 而且会接受得更快一点 除了这个练习发音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借助这首歌 加强学生 对中国文化中相信天道酬情啊 然后也赞扬生活中 未艰难 然后追求目标的这种文化的感知 而且等学生熟悉这个简单的旋律之后 我们可以带领他们一起运用所学的汉语 就是进行改编歌词 因为这首歌是一字一音 就是只要你控制好字词 改编起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比如说 你好你好 大家早上好 像这样的事是比较简单 就是总之对我来说呢 这是一个常用常心的一个小方法 好的那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 谢谢